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凡夫有点警察心的警觉心的话都知道 什么是未来 现在做的是 现在你习惯什么业力就是未来 这都还是跟世间一般的行者说的话 你可以要不知道现在你做什么 你要寻觅一个未来 你到哪里找未来 你知道现在做什么 你就知道将来的世界在哪 你现在是什么心境 将来世界就是什么心境 未来的世界从你心境之中变化 任何世界的组合 任何世界的氛围 不都是符合你现在的心境吗 所以现在是怎么看世界的 未来就是它 但是刻意要用众生幻想之中 所存在的那种未来 还有不知道业力 就连众生应该有这个区块里面 他连业力都不清楚 再讲未来 那就是说梦而已 前面两个字我就没人不讲了 那只是说梦而已 那跟他讲未来 他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我现在讲说跟你讲未来 你相信吗就是你的未来 让你知道未来 你知道的未来就是现在 你会知道未来吗 你说我现在知道未来了 我知道未来这一念还在现在 你在哪里知道未来 所以未来不过就是假的 明白现在就知道未来 听懂 那你说那在初世间修行的人 他如何在师父刚刚讲的那个角度上 更明白未来呢 他是在那些决心上 所以他看到现在 跟那个刚刚不一样 刚刚说知道现在 是抓了现在 所以知道未来 叫展望未来 知道未来 现在在决心上是 你明白那个现在 就知道未来 那个中间有距离的 那叫大觉 那个不是你抓的现在 在展望未来 他是知道一切缘起本末 他看到这念心中的未来是什么 那念心中的未来是什么 所以他都不是 桌子之中所说的现在 有如是不同 但是呢 你不管是不是沦落在 空城之中的凡夫 但你所能知道的未来 还是决心中明白的 对吧 所以你在决心中明白时 你虽然已经跺在 凡夫的造作上面 你也是用到 知道现在 就知道展望未来 那也有决心之中的现象 因为他的作用还在 跟你真正的决心是不同的 真正的决心是 他一样 知道现在 明白未来 可是同样的一句话 差别大以 一个是 真正是照见现在 知道未来 一个是抓的现在 知道未来 不一样 完全不同 所以你要是 念念之间能够 回光于决心 将来看事情都是这样 你是明白的 用世间法中 所谓抓的现在 知道未来 他心里面就算 能够知道如此 那也叫什么 那也叫被动 在初世间法中 知道现在 明白未来 他是知道而已 他从来 不会被他束缚 所以他 在那个清楚中 决心的明白之中 他不是 那种被动 他只是知道 一切缘起而已 他是清楚 从来他也不被 未来所未来 也不被现在 所现在 的死亡 明镜与宇 看起来 看起来